有20年歷史的Kennedy Benz车身维修中心 是加拿大Benz总公司指定的Benz车身维修中心 我们也是各大保险公司的特约车身维修中心 所有用的维修仪器和零件 都是德国Benz总厂指定和供应 再加上原厂技师的征扎技术 一定可以令你的Benz喝净重渊 胡锦涛说 中方始终从时代发展和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 我们愿与欧方一道 进一步规划和把握好中欧关系发展大局 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胡锦涛说 中方将继续为欧盟国家企业来华投资新业提供便利 希望欧盟采取积极措施 扩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为中国企业赴欧盟国家投资金银 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使中欧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双方要扩大文化教育科研智库媒体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共同办好中欧青年交流年和中欧文化间对话年 范龙佩说 欧中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欧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往 共同保持市场开放 避免保护主义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尽早取得成果 范龙佩介绍了欧洲一体化建设和经济形势 表示中国为保持欧元区的稳定 促进欧洲经济复苏 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方对此表示感谢 胡锦涛说 中方一贯支持欧洲一体化建设 欢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中美两军军乐团15号进行了首次排练 访美期间 军乐团还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等地 举行无场演出 并在美国麦耶保军营 针对美军官兵举行专场演出 陈炳德和马伦将会共同出席 首场联合音乐会 昨晚深夜 卡恩在纽约警方的押送下 离开被关押的警局 警方称 卡恩是被送往相关机构 接受身体检查并取证 卡恩的律师告诉媒体 由于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 卡恩出庭时间从15号延期到16号 届时 他将受卡恩的委托进行无罪遍复 卡恩14号 因为涉嫌在美国纽纽约一家酒店房间内 性侵犯一名女服务员而被纽约警方逮捕 警方以犯罪性行为强奸未遂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三项罪名对他进行了立案起诉 纽约时报报道 调查人员已经取得了包括DNA在内的一些证据 卡恩2007年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任期至2012年 除此之外 他还是决逐明年法国总统大选的大热门 外界普遍猜测 卡恩将成为法国在野党社会党的候选人 先前民意调查所获结果显示 卡恩所获支持率高于现任总统萨科奇和其他潜在候选人 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目前的案情还不明朗 但是卡恩的政治前途已经基本断送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卡恩作为社会党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 这无疑是对社会党的致命打击 鉴于卡恩可能将于近期宣布作为社会党候选人 角逐法国总统大选 因此有社会党成员认为 卡恩是遭人陷害 Dominix Roskan的正确 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在批评犯罪 所以我们必须让法国家做的工作 在全正确度 而在任何事件都不找到 去批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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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 去批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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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有人认为 卡恩一向存在作风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008年调查确认 卡恩与前女下属有短暂且自怨的肉体关系 有分析人士认为 很多人都知道卡恩好色的弱点 她的对手可能利用了她在私生活方面的软肋设下了圈套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4号下午1点半中 这名32岁的女服务员说 在来打扫卫生之前她被告知房里没有客人 纽约时报原以警方的消息说女服务员进入卡恩房间之前先在门外说了打扫房间 听到屋里没有声音就认为里面没有人 她进屋之后并没有关闭房门 当她进入卧室之后发现卡恩一丝不挂地从浴室中冲出来 路透社报道称 女服务员拼命挣脱卡恩之后跑到酒店前台 前台人员立即报警 等纽约警方赶到时 卡恩已经离开酒店 但她把手机忘在了房间里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送卡恩去机场的出租车司机说 卡恩走时非常匆忙 他想尽快地离开 看起来心烦意乱而且很紧张 华尔街日报则报道 卡恩走后曾经打电话给酒店 询问他是否把手机落在了酒店 酒店的安保人员谎称手机确实在他手里 然后询问卡恩在什么地方 以便与他见面归还手机 卡恩说他当时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并准备登机 下午四点钟 卡恩登上了法航一架飞往巴黎的航班 他原定第二天要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见面 随后还要参加有关欧洲债务危机的会议 纽约邮报报道说 卡恩与法航有协议 可以在任何时间搭乘法航的头等舱 因此他在有可能到达机场之后 就能登上最近的航班 下午四点四十分 警察到飞机上逮捕了卡恩 卡恩曾问这是要干什么 然后他就跟着警察走了 并没有被戴上手铐 纽约警方说 警察局拘留卡恩之后 让酒店女服务员在一排男子当中指认袭击者 他挑出了斯特劳斯卡拉奇警方说 四名骑摩托车的人朝沙特领馆车辆开枪 打死一名沙特男子 沙特驻巴基斯坦使馆 没有透露身亡外交官的级别 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 遇袭的是使馆的一名安全官员 此后不久 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通过电话表示 巴塔对袭击事件负责 发言人还说 巴塔将继续发动这样的袭击 直到美国停止搜缴基地组织和无人机空袭 就在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几天之前 沙特驻卡拉奇领事馆遭人投掷两枚手榴弹 但是没有人受伤 沙特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密 近年来沙特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基地组织 本月2号被美军击毙的基地组织领导人 本拉登出生于沙特 后为沙特剥夺公民资格 拉登死后 基地分支宣布将展开报复行动 目标包括沙特